一臉著急衝進派出所裡 急著對圓警匕首畫腳 原來是因為自己一歲半的孫女 發高燒 引發熱筋軟 亮眼發白 失去意識 阿公情急之下 才會跑到派出所裡求救 圓警一聽立刻跳上警車 幫忙開道送醫 警笛聲大作為民眾開道 而阿公的車就緊緊跟隨在後 四分鐘後迅速抵達醫院 阿公急著抱著小孫女 衝進急診室 十九號晚間七點多 當時阿公原本載著孫女 去三峽開心遊玩 但孫女突然在車上昏厥 失去意識 緊張的阿公擔心 會來不及送醫 情急之下才會求助警方 從三家派出所 一路到仁愛醫院 將近四公里的車程 一般民眾需要開車十分鐘 由警方開道 只需四分半迅速抵達 順利幫助小孫女送醫治療 當天我們也非常感謝 我們趕緊開出所的這些警察同員 大力的幫忙 因為我們聽到就覺得說很緊急 然後就是想說 如果我在等救護車一來一往的話 可能會錯失那個時間 所以我們想說不然我們幫他開道這樣子 索性小孫女送醫之後沒有大愛 開心的阿嬤擱天還帶著麵包到派出所裡 感謝警方 阿公也大讚 警方熱心相助讓人就甘心 記者王千里SNG小組台北報導